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與會各列席官員 是不是請那個外交部的侯次長 好我們請外交部侯次長 林委員好 侯次長早 我想剛剛針對我們有委員同仁在特別提到 這個本席有幾點要請教 美國的法院在16號舉行的聽證會 這個外交豁免根本沒有提出 因為一萬簽證來美的這個 劉處長劉三三 在法院的身份認定 根本不是外交官 那請問劉三三案 可不可以主張外交豁免權 報告委員那個劉三三他可以主張外交豁免權 但是問題的話是說如果說你現在 主張外交豁免權的話 你這個有關於現在他 那個根據我們那個 美國的律師他們的建立啊 你如果是說主張豁免權的話 你這樣的話對劉三三他如果是要 盡早後事的話可能不利啊 所以說他現在沒有主張 沒有主張豁免權但並不代表我們放棄豁免權 那個歐市長 那有沒有工人性豁免權的適用 工人性豁免權的話 當然有 因為美國是不是根本就不尊重中華民國的主權 也並不是說美國不完全尊重 而是這一次的話 我們根據那 這一次的這個案子 劉三三的案子的話 我們是把那個主權有關後免權 跟那個他的法律問題 他有沒有違法 這兩方面分開來處理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話 是希望劉三三盡早釋放 那有關豁免權的問題的話 我們是要向行政部門再來 再來跟行政部門交涉 來解決這個問題 歐市長 我想外交豁免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 啊 及平等 這個互利的原則上 那針對劉三三事件後 齁 那對於美國駐台官員 你認為 應該享有外交豁免權嗎 所以說像這一方面 我們雙方要來檢討 對啊 你像這個話怎麼樣是說 是公務的行為 是不是執行公務的行為的話 雙方面還有其他 未來怎麼樣來規範這類的問題 這方面我們要來檢討 因為這個是平等跟互利 沒有錯要互惠 那目前中華民國到底在哪些國家 享有外交豁免權 我們在像有邦交國家的話 我們都享有外交豁免權 在所有邦交國家都有 對對沒有錯 那外交部 美國法院認為說 E1簽證來美是屬於文化貿易簽證 齁 那並不是A1或A2的外交簽證 齁 因此齁 劉三三稱分 不是外交官 齁 那請問中華民國 所有駐美官員 是不是都持有 這個E1的這個簽證 沒有錯 但是問題出來E1並不表示說 他是這一般那個商 那個一般的族行這個商務企業 不是這樣 因為E1 因為我們跟有美國 跟美國有定有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裡面他 他有特別提到 這有關台灣的話 是跟其他的那個 那個國家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 不是跟一般的普通國家 跟那個 跟一般相當一等於跟其他 跟美國有邦交國家一樣 那要是說 特別的 特別有特別關係 不是說像一般的那個商務簽證 不一樣 不一樣是不是 那換句話說 這個 但是 是不是 都不能主張外交豁免權 我們當然可以主張 沒有 都可以 可以主張豁免權 像這個話他 是特有特別規定的 那個 次長 到底我們政府主動放棄外交豁免權 還是 被動受到 美國程序強制 不簽證給駐美官員 應該享有的外交豁免權 的A1或A2的簽證 不是那個 這不是特別 因為 我們跟美國斷交以後 這特色的安排 所以用這個台灣關係法來規範 那台灣關係法的話 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在 在美國 辦事 在美國代表處 各處的人員的話 都是比照 有點是類似國際組織 不是說像 準 有外交關係的那個外交官一樣 這等於類似國際組織的身份 所以說 您還是認為說 一樣是 一樣有外交豁免權 一樣有 等於是跟A1A2的這個外交簽證 這個完全一樣 沒有錯 沒有錯 因為我認為說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尊嚴 沒有錯 因為你兩邊一定要 尊重主權以及平等互利 我想一定要 這是完全互惠的 我們跟美國的話 互惠的 而且我們簽有這種協定 有關外交後面的一個協定 這樣齁 對沒有錯 那那個侯市長你請回 我請那個林審記長 好 我們侯市長請回 我們請林審記長 審記長 我請教你齁 外交部 報紙上的話 那麼他因公訴訟 是可以適用那個 辦法裡頭 那你認為應該 不應該要適用 我是認為 要很肯定 還是 您認為政府在這個案件中 要到這個國外去開會 那他們已經 報紙上登出來 已經要究竟 要到這個外館了解這個案子 那你 等於是成績部 在這方面 也沒有一個絕對 也沒有一個肯定 目前我們 因為還這個案件 本身資料不前齁 那不過行政院 他本身對這個訴訟會 他是有一個 出用的規定 只要符合這個規定的話 那麼有外交部 這個會計輪延來 內部審核 然後來做這個必要的處理 沈記長 我想監察院 針對 退伍會所屬的 醫院的健診中心 美容中心 洗腎中心 都外包 卻沒有適當規範 或未能落實 區分商業或醫療行為 所以提出來糾正 請問退伍會 是不是有審查機制 審查機制有沒有什麼漏洞 是的這個案子 事實上是部裡面 我們來做一些 通案了解 那發現說 這個特別是屬立醫院 他把有一些這個 應該算核心的 像說洗顫啊 一些癌症的一些 儀器的一些治療 那麼採用外包的方式 那這個應該是 要醫院本身 他不是一種什麼 服務性的一些 桌邊業務 他把核心的業務來外包 而且醫院 他的外包比重相當高 所以這個案子 我們通案送到這個監察院以後 那麼監察院已經成立一個調查案 那而且通過糾正 這個案子在輔導會 是不是要建立一個 這個損核的基礎 像說這個衛生署醫院也好 護導會醫院也好 將來這種外包的案子 就是要有主管機關 來做一個核准 他同意他外包 才用外包方式方式處理 這樣不會說這個各醫院 各省其事這樣 沈機長 是 我想政府機關所屬的這個 醫院業務 你認為到底 哪些適合外包方式來經營 以目前的規範 是不是不夠嚴謹 所以說監察院才會提出來糾正 是的 應該是在勞務性 勞務性沒有涉及到這個醫療的本身的 這個專業或是責任問題 像是清潔啦 安全各方面 那這個部分在外包 在一般機關也都有 可是這個醫院本身 因為這個掛的是 某一個醫院的招牌 可是實際上在執行 可能外包的一些 那麼他的這個醫療水準 或是他相關的一些 醫護人員的配注 那這中間以後發生責任問題的話 那麼這個還是要有這個公家醫院 那麼來承擔 這個責任不堅 而且跟公立醫院 他設立的一個宗族 是不太相符的 陳機長 是 我講監察院認為醫療業務委託 經營 或以租任方式來辦理 有沒有 適當的管制限制很重要 但如果 這個管制機制沒有辦法落實 醫院 會淪為花包中 花包中心或 包租單位 那 甚至於透過外包廠商 以商業模式 提升 這個 績效來賺取醫事人員的 這個獎勵金 那請問這樣的狀況 是不是 行之有年啊 這個大概是這幾年 那麼有些醫院 就慢慢來 有樣子看這個樣子 就慢慢來委託 所以也是部裏面 那麼發覺說這種外包的情況 越來越普及 我們來做一個調查 那我想透過這次我們的部理調查 跟監察院糾正 主管機關來建立一個管控機制 那這些合約期盤的部分 要慢慢縮回自己來經驗 那以後這個改善會有效改善 陳記者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說才會發生一些人魔不障的情形 當然這裡頭也有部分會牽涉到 這個在外包的一個在廠商的一些審標 或是決定某些項目要外包這裡頭 那麼如果說這個機制沒有做好的話呢 容易有這個情況發生 其實像這種狀況喔 你說 他來分包 然後就是 當然就是以醫院的名號 那實際上 這個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認為站在神祭的立場在這方面 也是嚴加要去控管 對 確實 那你要是說沒有去控管的話 將來會衍生很多的後遺症出來 對對對 所以說我認為神祭 神祭部在這方面應該要去 好好的去把它了解 我們會 會追蹤他這個追蹤 整個改善措施 我們會繼續來追蹤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林德福委員 謝謝林沈記長